一杯珍珠奶茶 對做生意有什麼啟示呢? Evan,又有什麼商業理論? 教我吧 講理論之前 不如看看以下這個故事 大少,請上車 大少,去哪裡? 過海啊 可以 我要曬太陽 可以 這麼慢的閃閃啊 可以,換個換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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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瑜伽導師上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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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教一下你 閃閃大少這麼閃閃 別人給他什麼都好 他是不會珍惜的 就像外國人很喜歡烤蛋糕一樣 在1950年 美國有一個品牌 Beddy Parker 推出了革命性的Cake Mix 十足的材料 即是加水到麵粉裡 攪兩攪焗半小時 尾味的蛋糕就完成了 可惜 怎樣賣廣告都賣不出來 為甚麼呢 之後 他就決定叫用家 自己加兩隻蛋 才好焗 這樣就大賣了 為甚麼呢 原來家庭之父就覺得 純粹加水到麵粉裡 蛋糕不是自己做的 加多兩隻蛋 就不同了 就可以大大聲 跟兒女和老公說 是他精心炮製的麵蛋糕 讓他們回家吃 後來他再要求家庭主婦 自己加牛奶下去 結果買得更好 有兩張一模一樣的梳化 一張是原裝的 另一張是你自己砌的 人家給你錢 你會買哪張呢 我相信九成的人 都不肯買自己砌的那張 這也是Akia成功的原因 自己砌 人家更加珍惜 用得更有滿足感 回到醃尖大笑的例子 如果市場上推出一種 DIY的珍珠奶茶套餐 你買了這個套餐之後 就會得到一壺秘製的茶底 不同的配列陳塗系列珍珠 要大笑按自己的口味 自己調製 那又怎樣呢 管家你懂的了 大笑請慢用 茶味夠了 珍珠又夠煙能 茶和珍珠的比例又剛剛好 還是我沖的珍珠奶茶最好喝 是的大笑 你真是一個沖珍珠奶茶的獻材 嗯 煙煎大笑 這麼煙煎都可以選擇 但為何全港都沒有人買一隻 DIY的珍珠奶茶呢 Aaron 好消息 這款DIY的珍珠奶茶套餐 我們這款茶真的有得買的 啊 全港首創 還要是西貢福民陸分店首創 其實一早知道 和你一起量度 做完功課了 Ak套餐 茶底加料DIY 又不你叫 快點WhatsApp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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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